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宜 我是宜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迪志偉先生 第一位是久違了 星座專家艾菲爾先生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 兩性諮商師 黃岳瑞黃老師 以及音樂人 也是作者許常德老師 還有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李文王小姐 歡迎幾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首先呢 我想還是這個話題 因為真的 有兒子有女兒的都很擔心 坦白講兒子殺人父母 這個心情也是 不好過啦 總是不好過而已 真是不知道怎麼過對不對 那女兒被殺 又是一個這樣子辛苦 喇叭長大的一個女兒 這就是兩個家庭的一個悲劇 那麼這樣的悲劇 有沒有辦法可以避免 這是我們今天很想要問 各位專家的一個原因 但是我們還是先回顧一下 這個案子 那麼這個現在 稍等一會 我先跟你說 我們的氣質 現在這個案子 案子的氣質 有個人的很多意見 他也有一個女兒 現在讀小學 所以他很擔心 然後他就說 這個案子 我得不到別人也別想得到 刻意向靈女 這個下半身戳了一刀 那他說這是恐怖情人的表現 靈女也發現了 但還是逃不掉 台灣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 難道不能有辦法阻止嗎 立法委員到底在幹嘛 他已經投訴我們了 立法委員在幹嘛 幫他看上誰申訴 我看到他的情緒 立法委員在幹嘛 馬上就在睡嗎 就說沒有人可以阻止 到最後只好怪立法委員 馬上就你有爹嗎 人爹嗎 馬總統啊 你敢有看到 這是國安事件 金補充你在哪裡 馬總統你要在睡嗎 不過這個事情 因為真的是太震撼了 因為是在當街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總統的行為 你看他把裙子掀開 對不對 而且就是 我得不到的別人也別想得到 其實對照 女人也是做這個事情 把男人的那個 割掉 生殖器剪掉 切掉 馬桶衝掉 OK 也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以阿德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說 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會讓我感覺到說 其實人民在心裡 其實都會有一個呼救的聲音 就是說 誰可以來幫我們解決 解除這個恐懼 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這個愛情裡面 大家在真盲目的追求裡面 都衝撞了 沒有一個人 就像交通 你會覺得很危險 你會有個交通規則 我覺得我們愛 完全沒有教育 沒有任何指引 就是說 你再想想 這個男生 我看他那天 就是他殺完那個不警察來說 那個茫然的眼神 根本這個眼神就是一個 已經不正常的 對 我覺得說 我覺得他為什麼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就對照他原來那個臉書上的照片 就這個人就是一路可能愛到 在愛的過程 一旦遇到問題 或是遇到糾結的時候 他一直是往錯的方向在進行 沒有 可是他有錢 他之前有交過女朋友的啊 而且他 而且他五年喔 不是五個月喔 那是五年這個女朋友 要聽聽他怎麼講啊 對 他其實在行凶之前 他在殺他這個 因為這個女朋友已經在躲他了 他已經是 我要跟你分手 但是你不願意 那我只好搬家 我只好換電話 我要躲你了 那這個男生他其實原本 他想要用一個方法 來彌補他心裡的空洞空虛 他上網再去認識其他女生 所以他之前交過 那沒有人理他 沒有人理他啊 就是他是失敗的啊 那他之前其實交往過三個女朋友 他都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所以他會覺得 他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他才交得到女朋友 因為包括他現在這個女朋友 也是在網路上認識 所以說他原本 他自己是覺得 他在網路上認識的女朋友 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了解的是 他在網路上認識 都是幾個月幾個月 然後這個算比較久一點的 那我反而講 那個五年的那個 是他念書的時候 所以是 不是說 我覺得是說 剛剛阿德老師講說 他都用錯的方法 也許啦 當然我們這次 講說 你要療傷最好的方式 就是 重新一段 愛情 可是你要看 你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去接受那個新的感情嘛 因為 在這一段感情裡面 你是認為 你自己是受害者 但其實可能 你對這個女生 也造成了傷害 因為他們不是來到日本去玩嗎 對 就是決定說 這個女生告訴這個男的說 就最後一次機會 我們一起去玩 那如果說 這個感覺可以回得來 我們就符合嘛 就在日本 他的朋友 就是這個女生的朋友 是講說 他在日本是被這個男生打的 而且甚至是還威脅他 對 就是幫他拍裸照嘛 所以你想想看 這樣子一個恐怖情人 我一次就夠了啦 所以回來當然我就要躲你啦 志偉 我覺得這個人 其實外表看的都很好 很好生做 書文 白白晉晉的 台大碩士畢業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這樣 可是 我後來把他歸納跟分析 我發現這個人 其實性格非常的糟糕 好 我先講說 他不尊重女性的部分 如果你心愛的人 他說他很愛那個女生 如果你心愛的人 你會當眾跟他抬了 還給他趕快 會嗎 不會 然後拖完之後還去親他 你會這樣嗎 如果是你一個很愛人 其實他是不尊 那是一種很不尊重的表現 不是嘛 不是不尊重 那就是我的東西 別人別想 是 那我的東西就是不尊重 因為他是人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再說他很說謊 他就說 這個 他 因為李生有說 他去 分手之前就打他 這樣子 然後他說我沒有 我哪有打他 我疼他的舌都來不及了 他說我這麼愛他 我捨不得 他說我只有什麼 我只有做事要打他 好 我有恐嚇他 好 恐嚇要殺他全家 哇靠 你覺得他說是真的嗎 我只有做事要打他 你知道嗎 沒有那是真的啊 他認為他只是這樣而已啊 對 他的認知是這樣 跟別人不一樣啊 對可是我認為他還是說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女生 你看這個女生 事後的動作有哪一些 對 第一個 搬家 對他要搬家 防藍噴霧器 第二個 他買黃藍噴霧器 對 你如果是普通 我們是男朋友分手 我們也不會去買 黃藍噴霧器嘛 因為你知道他個性 不是這種人嘛 對 第三個事情是他有沒有 他有找老師求救 所以老師有出來講 所以他有聽到 他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 他也有跟他媽媽講 對他要跟媽媽求救 也跟男生的媽媽講 對 你不覺得這樣事情夠嚴重了吧 夠嚴重 這個女生怕到到處求救 但是沒有辦法 對 那我再來講說 他多麼的狡猾 嗯 他 他去買刀子 他是去看什麼東西 鄭傑的 買刀子 對 鄭傑的 而且我現在知道那把刀下架了 啊 凶刀 下架都不行啊 那把刀下架 鄭傑用那把刀 現在超商是買不到的 他買太座的刀是因為 噢哇 他發現鄭傑也用這個夠力 然後他又說 他去看那個什麼 自殺什麼手冊 他說他是要自殺 可是他是要自殺嗎 沒有 沒有 他對別人下得了手 對自己下不了手 對 而且送到醫院去 早上送去下午就出院了 對 就顯然傷自己 是傷的 不是很重 你們看記者用什麼輕傷 來形容他 輕傷呢 你知道嗎 他說 我殺自己二十幾刀 為什麼不會死 警察說 你都用刀背啊 應該是 我覺得 那個刀療法吧 對 我說這個是一個很狡猾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犯案之後 他有講說 抱歉啊我怎麼樣 我事實上他還在狡猾 為什麼 警察問他 因為他有說 這個他 那女生有抱怨 說他恐嚇他 就是在日本旅行的時候 拍他裸照 然後甩他一個耳光 這樣否認有甩他耳光嘛 然後呢 他就說 恐嚇他這個拍裸照 然後他要要求他 跟他最後一次的性愛 對 這樣 他說沒有 那個是這個照片 是誤觸相機 然後呢 拍到他的裸照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對啊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麼好誤觸嗎 哇你相機幹嘛拿起來 然後誤觸 然後拍了一張裸照 回來要威脅他 你知道他 他當三歲小孩 這個人到現在他在幹嘛 他在為自己搞脫罪 這個不夠狡猾嗎 所以你看他外交講話 因為他有一個關鍵 我覺得很恐怖 然後最危險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他第二任的 跟第二任女朋友說 要分手的時候 對 他不是情傷嗎 對 然後有人就這樣推演說 還好他那時候分手 他就已經要尋死尋火嘛 剛好 要死在我 這個女兒如果起來 運氣得好 就是剛好遇到 這個靈性的老師 人家關懷他 填補了感情的空缺 對 然後就安慰他說 你不要怎麼樣怎麼樣 可能是這樣子 後來兩個就很自然的 因為這種情感的相依 在一起了 你看他有注意嗎 那變成說 這個男生可能他在性格上 就是有缺陷的嘛 老師就是 我就要尋死 我要自殘什麼 這個女生去填補了那個 第二任女友的空缺 所以他還這樣講說 結果可能被殺害的時候 對 有人就這樣推演 因為我們可以 鄭大哥剛剛這樣的分析 絕對 他的說詞 絕對都經不起考驗嘛 對不對 可是我會把它往前看 就是說這個小孩是怎麼了 他在感情上 不知如何處理到 已經連自己都毀了 他其實也是自毀嘛 那事後的這些說詞 當然都是推薦嘛 因為他也會慢慢清醒嘛 那陣子 那些抓狂 過去了 總是清醒啊 人就有求生自保這本能嘛 所以這些都經不起考驗的說法 可是我們要回到 事件更原始說 他是一個多麼困難的小孩 在情愛這方面 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 毀掉自己 而且是殺害別人 毀掉另外一個生命 沒有那個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為什麼我說 一直這個是一個愛的 愛情教育的問題 等一下好不好 先劇口很高 來休息一下 老師也 這張什麼 我幫你們講講 我們就紅了 到一個教練來 我們先來跟你講 奧德 你要補充 我覺得說 愛情教育真的很重要 就是譬如說 當你談一個戀愛的時候 一開始都不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樣 跟這個人談戀愛 要注意哪些 都不告訴你 你一開始就說 我要跟這個人 我要跟他永生永世 專注的在一起 對 至死不渝 因為那時候 對方也會這樣回應他 因為兩個人都要熱戀中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說 這個時代已經感情慢慢在轉移了 大家可能不像以前的概念 就是說 我愛一個人 我不一定要愛他的全部 我可能愛他我能愛的部分 甚至會覺得說 你要衡量你愛的能力 因為這個 不管是談戀愛或是結婚 都有最低消費嘛 你要有這個能力 現在幾個 快點 快點 我们下期再见